俄军迷现在就能买到T70坦克在内这十款军车,羡慕极度恨吗? 你想不想开一辆军车招摇过市? 在俄罗斯,部分军事装备退役不再使用时,就可以经非军事化处理后拿到民用市场去买,比如以下这十款俄罗斯军车现在就能在自由市场供军迷们自由买卖 1. BRDM-11957-1966 BRDM-1是苏联时期研制两期装甲侦察车 2. BRDM-21963-1989 BRDM-2是BRDM-1进一步开发版 其平均售价在75万卢部到2000万卢部之间,豪华版价格上不封顶 3. BRDM-21984-1984年生产,至今 BTR-80自1984年生产上线以来,取代BTR-70、BTR-60,并参加过多次实战,最远可追溯到1979年阿富汗战争,最近可在续战场上找到BTR-80身影 最关键的一点是,现在俄罗斯有非军事化版本有售 4.BTR-1521947-1962 BTR-152是六轮式装甲运兵车,缺乏两期作战能力 到1962年停产前一共生产一万多量,但大部分都被清理,如今市面上不多,大多为修复版而非原版 5.BTR-70,自1972年制造,现在 因为前苏联军队在阿富汗战争7点大量使用BTR-70装甲运输车,所以得名,阿富汗,装甲车外号 6.BTR-6019-601987 BTR-60是一款苏联时期制造八轮式两期装甲运兵车 7.T-70194-11943 7.T-70坦克是一款参加过二战的轻型坦克,生产时间近1941年到1943年这三年,制造数量达8000多辆 目前能买到的T-70坦克虽然不能开出门但可以珍藏在车库中当古董车把玩 当然,玩T-70坦克准入门槛不低,起步价500万炉不起,48万起,尚不封顶 8.MT-LB,自1964年制造,现在 MT-LB装甲运兵车是一个苏联时期制造多用途居用,拖拉机,也可当作越野皮卡开 现在,俄罗斯军运还能下单买到2016款MT-LB 9.PTS-2,自1974年制造,现在 PTS-2是苏联时期制造中型两栖运输军车,具备防水车身 10.BTR-D,自1974年生产,至今 BTR-D是苏联时期空降兵多用途装甲运兵车,冲8吨,曾出现在阿富汗战争战场 目前可以买到非军事化处理二手货或新品 BTR-D,自1974年代 BTR-D,自1974年代